资质通鉴还记载安禄山在贵妃宫中过夜 甚至发生性关系 惹得当时丑闻颇传 唐玄宗却丝毫不怀疑其母子 但是杨贵妃也特别撼度 白巨翼的诗中就曾提到过 那些后来才入宫的玉妻们都还没见到皇帝 就已经被重量级Boss杨贵妃远端监控 谁敢不安分就会被打入洛阳的离宫 在那里过着空虚寂寥的日子直到满头白髮 哈喽大家好我是Dala Samuel 欢迎来到Samuel的历史小教室 杨家有女初长成 天生立直男自弃 眉眸一笑百媚身 六宫粉黛无颜色 白巨翼的长恨哥 应该是除了从前明月光以外 大家最耳熟能详的唐诗了 他甚至红到海外 使杨贵妃与唐明皇的爱情故事传遍日本 成为了纪武则天之后 最被日本人崇拜的中国偶像 没有之一 千年来从传统画作 歌舞技 到现代的影视电玩以及生活 从鱼类冠名 到佛寺以杨贵妃为范本的观音像 甚至很多荔枝相关的酒类 也都被冠上贵妃 杨贵妃无疑已经是 现代日本流行文化中的一环 我当然也是杨贵妃文化中的大粉丝啦 不过我感觉市面上杨贵妃的影视作品 好像都没有史书中那些文字来的精彩 像是杨贵妃那么焦动汉度 却又是如何的高EQ 两次惹毛皇帝被赶出宫 又被两度请回来和好无出 以及她的兄姐们 更仗着唐玄宗的恩惠及赏赐 面的墓中无人尊备不分 甚至时常淋入皇室 而她的唐哥杨国忠更是霍乱大唐 令盛世走向衰亡 使杨贵妃成为了众人口中所谓的红颜祸水 最终在将士的压迫下掉死于马为坡的驿站 都说杨贵妃体肥硕大 那她是如何大到让整个大唐都容不下 唐玄宗宠信外妻以及安入山等 这些锅究竟是否该杨贵妃背 以及那些贵妃不为人知的意识典故 今天就来跟大家娓娓道来 杨贵妃在正史上并无留名 只有在晚堂笔记记者她小字玉环 自小生长于四川 十岁时遭遇父母相继去世 青少年时就随没有儿女的叔父杨玄角居住在洛阳 不要小看杨玉环她爸与叔叔都只是七八平小官 人家是高贵的宏农阳氏 随朝最尊贵的家族之一 否则天当皇帝时 为了帮自己洗门替台钢身份 硬生生把母亲说成是宏农阳氏 于是武家便开启了与杨家通婚的传统 恰巧唐玄宗前半生最爱的女人 武皇的孙侄女 武惠妃 她的母亲、女婿以及许多姻亲 也都是洪农阳氏 所幸来个亲上家亲 于是十七岁的杨玉环 就被聘做她的媳妇 成为了寿王礼貌的原配妻子 册封为寿王妃 然而武惠妃要这么多杨家人做什么呢 武惠妃就是在政治举措上 能有更多自己可用之人 武惠妃虽然宠冠后宫 却因为反武皇声浪无法被立为皇后 既然武家没有权势 那就只能找自己娘家的杨氏外妻 而武惠妃根本就Drama-esque queen 向唐玄宗哭诉自己太得宠招来嫉妒 说太子与另外两个皇子要陷害自己 又让女士出谋划策 污蔑太子与太子妃家合谋造反 让人去给太子传话说 宫中有贼快进来帮忙 然后自己又哭着跑去找唐玄宗 说太子跟两个皇子穿着兵甲要来逼宫了 唐玄宗派守卫去查看 果真看到他们全副武装 慎怒之下 就把三兄弟给备为庶人并且赐死 而武惠妃迟迟迟等不到寿王被策立为太子 就先被三兄弟的王魂给吓死了 结果最后立的是长子李亨 而唐玄宗伤心欲绝 将她以皇后的遗志下葬 视为征顺皇后 为什么我要特别提这段历史呢 原因很简单 即使杨家与武惠妃联手要拱兽王当太子 杨玉玄与礼帽却始终没有任何动作与表态 尽可说明杨玉玄一点政治野心都没有 甚至可以说是不为武家着想的程度 武惠妃死后的唐玄宗 日子过得像行尸走肉 而三年后的十月 唐玄宗依照惯例带清卷去泡温泉 她极有可能就是在这个时候看上 夫若宁之的杨玉玄 因为她在那个月就下诏让杨玉玄被出家 什么叫做被出家呢 我们来看看这封诏书 自古以来潜心修道的妇女实书罕见 兽王妃虽享受荣华富贵 却能一心向道 每次皇笔继承都能尽心为仙太后祈福 那么我就随了兽王妃的请求 特赐你成为女道士 于是杨玉玄与兽王的婚约解除 成为了女道士 而她的道号泰真 成为了正史中唯一寄载她的名号 过了四年多后 唐玄宗刚为兽王去娶王妃 马上就将小自己34岁的杨太真纳为己有 册封为贵妃 杨玉玄能够一要成为贵妃 我认为是拜五贵妃所赐 如果没有她在皇帝心里作祟 哪来经与心灵空虚的老头 但造化主要还是在杨玉玄身上啦 杨贵妃也不负所望 继承了婆婆五贵妃的宠爱 唐玄宗也让杨贵妃享有皇后的礼遇 而她除了容貌爵士能歌善舞以外 还很会应对 也史记载唐玄宗曾戏虐的用赵飞燕对比说她胖 你看当年赵飞燕瘦到都快被风吹走了 汉成帝就特别给她建造奢华的楼台挡风 哪像你啊 台风来了都能闻风不动 屹立不摇 贵妃就回她说 我的分量跟我跳泥伤语衣曲一样神尾 老娘磅礴的气势 确实能直接碾压那些千古名作 尼桑语一曲乃唐玄宗所作 杨日环此说 看似是夸耀自己的舞姿 实则是称赞皇帝对音乐的艺术造诣极高 巧妙地将皇上的嘲讽 转化为吹捧对方的幽默 另外还有俏皮的捣蛋 像是唐玄宗下棋块书时 杨贵妃就会放狗弄乱棋局 保住丈夫面子 以及唐玄宗在赌博时 就让鹦鹉去啄别人的手 这些有伤大牙的举动 往往都能让皇上心情大好 但是杨贵妃也特别撼度 白巨翼的诗中就曾提到过 那些后来才入宫的玉妻们都还没见到皇帝 就已经被重量级boss杨贵妃远端监控 谁敢不安分就会被打入洛阳的离宫 在那里过着空虚寂寥的日子 直到满头白发 后人家已附会的文学作品《梅妃传》中 唐玄宗就是为了杨贵妃 把江彩嫔送到上阳宫 于是江梅妃就做了连华妃都会背的楼东赋 杨贵妃的撼度以及任性终于让唐玄宗忍无可忍 皇上下令将她竹出宫送回她老阁家 但这不过是刺激欺人罢了 她一点也开心不起来 不仅吃不下饭 连脾气都变得暴躁 动不动就打骂身边的太监 但是又傲娇的不下只请杨贵妃回宫 高丽氏只好跑去找杨贵妃趴在地上求她回来 当天就连夜打开城门送她进皇宫 而杨贵妃也很适向 趴在地上求皇帝原谅 唐玄宗整个开心到不行 隔天直接开个派对 并非常爆发的赏赐身边的宦官 并邀请了贵妃的三个姐姐前来同乐 还赐给他们每人每年一百万文钱买化妆品 而当时一斗米才十三文钱 可见这笔巨款之大 从此以后 唐玄宗对杨贵妃与杨家又更加宠爱了 而杨家就是典型的一人得道鸡犬升天 杨贵妃的姐姐们 全部都封一品告密夫人 大姐封韩国夫人 八姐封秦国夫人 而最有名的国国夫人尤春图那位 是她的三姐 杨贵妃的老哥受三品功勋 唐哥还赢许了公主 杨贵妃的五兄妹仗着皇上宠爱 各个嚣张跋扈 最著名的就是国国夫人私闯维家宅院 跟十几个随从婢女们有说有笑 好像在自己家一样 遇到傻眼的维氏兄弟们 张口就问 诶 我听说你们这宅子要卖 该值多少钱啊 维氏兄弟还谦卑的说 这是祖先留下的老房子不忍心卖掉 但他话没说完 几百个工人就闯进来开始拆房子 最后维氏兄弟只换得了几十亩的田地 而杨家兄妹的府地都是比拟皇宫来建造 每个建筑都得花费数千万 极尽奢靡 看见别人家的更好 就把自己家拆了 不分昼夜的重盖 此外 杨家全亲天下的程度 甚至能够淋入皇室宗族 有次元宵节 杨家兄妹浩浩荡荡的要西式赏花灯 好死不死半路上 遇见唐玄宗的女儿广平公主 杨家兄妹拔护 为了抢快比公主先过方门 不惜让奴仆 挥边吉祥公主使他醉马 驸马去扶自己的妻子 还因此被杨家奴仆鞭打 广平公主悲愤的去向唐玄宗告状 皇帝却只是做出样子杀了杨家的奴仆 而为了平衡杨家姐妹的感受 驱服公主的驸马竟然被革职 而除了上述 以国国夫人为首的杨家五霸 杨日桓的堂哥杨国忠 从原本身性好赌 恶名昭彰 透过送礼给杨日桓得到机会 被介绍给皇帝 杨国忠也抓住机会 在玄宗面前大展他从赌场修炼的精算之术 付出意外的获得了赏识 封了金冠 能时常出入皇宫 而杨国忠与国国夫人有染 从他那边得知皇帝的喜好 一步步的将大唐经济推上崩坏 成为新一代魔头 不久后 杨贵妃第二次惹毛唐玄宗被赶出宫 也始终记载 是杨日桓偷吹唐玄宗 亡顾哥哥的子玉笛 冒犯了当年让出太子位 给自己的长兄宁王 这个事件并非空穴来风 唐朝的诗人就曾为子作诗 日映宫城雾半开 太真连下未人猜 皇帆挫旨上西树 不幸宁哥回马来 唐玄宗气得把杨贵妃送回杨家 而且并没有像上次那样心软 这次是杨国忠安纳不住 去请大臣帮忙 向皇上建言说 妇女们智商不高 才会忤逆了圣上您的苦心 贵妃陈蒙您恩宠多年 要杀就在宫里解决了吧 何苦要帮他到外边受人凌辱 让百姓见笑呢 但玄宗没有就范 只是猜人去送吃的给他 而在民间的杨玉环 刚接完纸就哭着说 臣妾人老皇上 死尽万遍都不足惜 玉环的所有 都是圣上所赐 只有身体法夫是受之父母 于是环环就意义不明的 剪下一缕头发 转交给皇上 在汉人的风俗中 这边的剪法可以有两种寓意 一是结婚时夫妻双方剪法捆绑在一起 以示剪法同心 二是代表死过一次 向过去永远告别 从此残没交罪没劳 唐玄宗健壮 急忙请高丽氏去把杨贵妃接回来 不得不说杨贵妃的EQ手段真的都蛮强的 另一件不得不提的是 杨日环当初刚策封贵妃时 安禄山因为战功 同时也得到唐玄宗的宠幸 史书记载安禄山表面憨厚 却尖在肚子里 他此生最成功的投资 就是请奏成为杨贵妃的养子 安禄山每次参加宴会 都先向贵妃行礼 才换皇上 唐玄宗疑惑的问他这什么意思 安禄山解释说 我们狐俗只知其母 不知其父 都是以母为尊 很显然安禄山掌握了 当时显贵的密码 那就是让杨贵妃开心 远比讨好皇帝 或其他人都来得强 杨贵妃也是真心把他当儿子宠 有次安禄山生日 杨贵妃用锦绣的大辈子 把安禄山裹起来 把他装在花窖中做婴儿状 要行喜儿礼 这对没有与贵妃身子 高龄65岁的皇上是多大的欣慰啊 那日唐玄宗也玩得非常尽兴 并厚赏了安禄山 而往后安禄山也如皇子般 能够随意出入宫境 自治通鉴还记载 安禄山在贵妃宫中过夜 甚至发生性关系 惹得当时丑闻颇传 唐玄宗却丝毫不怀疑其母子 如果说杨国忠是唐玄宗 一厢情愿赋予他权利 那么安禄山收到皇帝宠信 绝对有杨贵妃的加持 这两个当时最大的政治势力 冲突日益严重 直接引爆唐玄宗晚年腐败的局势 发生了安史之乱 老来昏庸的唐玄宗 刚开始还以为是在开玩笑 找来杨国忠要商议对策时 才发现长安布局的兵力不足 东京洛阳被勾破后 还恼羞的杀了老牌护国民将 长安的最后一道防线 也变得不堪一击 唐玄宗落荒而逃 带着几个清卷连夜潜逃 过了一天 将士们就忍无可忍 为什么我们要保护杨国忠这种奸命啊 于是与太子设计杨国忠 说他与吐玄使者合谋造反 当场被追杀枝姐 头颅被斩下 挂在一阵门口以为将士 唐玄宗原以为将已经足以息事宁人 将士们却说贼本尚在 要杨贵妃及受宠的亲族们赎罪 随即又派人去追杀国国夫人 与杨国忠的妻儿 而国国夫人在砍死杨国忠妻子后 自吻没死 被关进监狱里 最后喉咙上的血凝固才断气 而这时的唐玄宗 被高丽氏建言说 杨国忠死而留杨贵妃 将士生怕未来会被受到清算 为宝君心及陛下的性命 你得深思啊 唐玄宗只能痛下决定 让高丽氏亦死杨贵妃与佛堂 杨贵妃最终只得年37岁 而杨贵妃之死 并没有换来唐玄宗的皇位 太子李亨 后来在05登基为帝 尊父亲为太上皇 最终逃难到四川的唐玄宗 对杨贵妃极为思念 为他编排了 多情自古商离别的乐曲 宇玲玲 安始之乱结束后 当这个垂垂老矣的太上皇 在访华进宫时 全部都已经物是人非 伴着乐队奏起宇玲玲 唐玄宗就哭得不能自已 情深之至 连左右都不自觉地唾弃起来 结论 杨贵妃到底该不该被这 红颜祸水的骂名呢 首先 他在杨家大出动为兽王谋害太子时 从没出过身 其次 成为贵妃也是完全处于被动状态 莫名其妙地就被出了家 其三 他一点政治都不沾染 也从未渴望当皇后 他只是深爱着 这个大他34岁的老皇帝 但杨贵妃也未尽到伴侣的责任 他只顾与皇帝享乐 也不劝见唐玄宗 挥霍无度又奢靡待正 杨家兄妹长期藏屋纳会 横行霸道也是疏于他的管束 而杨国中与杨日环鲜有见面 这就不能算在他头上了 但安禄山又确实是靠攀附杨贵妃做大的 杨日环在当时就像一颗点金石 有幸沾染上他的都能够大富大贵 那又是谁让他成为那颗点金石的呢 俗话说的好 盛世需要美人点缀 乱世需要美人顶缀 那大家觉得呢 杨日环得担上红颜祸水这个骂名吗 欢迎留言跟我讨论哦 我的影片结束了 喜欢我的影片记得帮我按赞订阅 开启小铃铛 然后分享给你们身边也喜欢杨贵妃的朋友们 我是Dala Samuel我们下次见